2 黑衣人 2 黑衣人 2 黑衣人 戴著安全帽 在路上拿鞭炮煙火 互相丟致打鬧 還有朋友在旁邊 拿手機全程錄影 施放煙火地點 就在台中夜景勝地 旺高遼的第二停車場旁 施放完的殘骸 也沒收拾 全丟在路邊 有可能造成旁邊的 沒注意的話 那個樹啊 或是草皮 有可能會燒起來之類的 或是說他可能煙火沒注意 然後射到旁邊馬路上 經過了樹 那是絕對不行的 我想那個可能是年輕小伙子吧 自己都沒有想說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射到怎麼樣的話 那對他們來講 都是不好的事情 我們希望這種事情 不要再發生了 而且這個地方 是晚上是很幽靜的 雖然施發地點 是公園的施工便道 並非道路 幾萬人尋現 找到釋放煙火的當事人 但兩人都是未成年 已經通知當事人 以及監護人 並將相關資料交由主管機關 台中市各類照應管制區 晚上10點到隔天早上8點 不得釋放爆煙火 如違反限定期間 釋放爆煙火 才罰3000元以上 至3萬元以下的罰還 環保局表示 除了小年夜到大年初三 以及大年初九 跟元宵節之外 其他時間超過晚上10點 到隔天早上8點 都不能釋放爆煙火 釋放前可得多多注意 免得為了一時的美麗 賬集荷包